这桶这么低做起来 他为什么能做起来 咱们得好好做 李嘉诚呢 1928年上 在广东潮州 后来长到这七八岁的时候 全家呢 为了逃难 逃什么呢 39年的时候 日马人打 这全家一看不行跑吧 往哪跑呢 往香港跑 去香港干嘛呢 投奔李嘉诚的舅舅 庄静安 庄静安当时在香港呢 算是个有钱人吧 开了什么钟表公司 塑胶公司 做一些塑料什么啥 这些公司 这么李嘉诚从小 到了香港 他本来想自己的爹呢 能够努力工作 然后他接着念书 没想到他爹到了香港 就得了肺病 到底没治好 李嘉诚11岁 他爸爸就没了 没办法 李嘉诚呢 他是长子 只能以稚嫩的肩膀 把家里扛起来 出去打工去吧 就到了他舅舅的公司里边 当个小学徒 反正干些杂活 到了178的时候 李嘉诚开始干什么呢 他不是他舅舅这个塑胶公司 生产一些这个 他们叫塑胶 我们现在就塑料 就塑壶啊 塑料盆啊 生产这个 让他呢 去推销 推销呢 香港有专门管制 叫行街仔 就意思天天在大街上走 就跟现在好多推销 在扫楼牌 是到你这 你好你好 先生 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 哎呀 你好 要不要买一买这个 我们有礼品 就是这种东西 当时李嘉诚就干这个 一开始业绩也不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推销上门呢 你要需要也罢了 要是真不需要 或者暂时用不着 他在那磨不叨叨 你嫌他烦 怎么算成这样 李嘉诚后来推销的业绩 一点点上涨 他说怎么上来的 李嘉诚有这么一个事 非常值得我们现在 搞推销的人借借 就是咱们现在 有很多人推销啊 默默叨叨跟人说半天 人家一说不买 一看没戏 转身就走 李嘉诚不是 李嘉诚推销 说他怎么想的 说我就是能要 帮你干点事 你可能就会买我的东西 我光在这张嘴 平嘴硬拱 这恐怕不行 他有一次呢 就来到一个公司 推销塑料壶 结果他看到呢 那个值班经理在那 指挥厦门 大伙啊 把这只花都这样了 还不浇水 他那位浇花工人 拿个铁红 他去浇水 他去推销 人家值班经理 我们不要这个 这时候李嘉诚一看 没走 他走到那浇花工人身边 来我帮你浇花 他不随身带着这个塑料壶的吗 把这塑料壶盛上水 帮他浇 这浇花工人一看乐了 你还帮我干活呢 所以就挺不好意思 那我浇吗 就这么他这铁壶里没水 撂下铁壶 拿起李嘉诚 拿过这塑料壶浇水 这塑料壶这么轻的 这好啊 比我那铁壶省事多了 就这么着 人家这个浇花工人一转身 跟着值班经理说 他这塑料壶好 这多省事呢 而且这个东西 一问成本 比铁壶成本低多了 说领导 咱买他这个吧 你看 一单收银做成 所以李嘉诚不犀利 他想到我能帮你干啥 咱们现在很多人做生意 也是那样 总想是从人家这挣钱 其实会做生意的 你得想先让对方挣钱 或者先让他对方得好处 让他看得见好处了 他才能跟你合作吗 你总想算计人家 谁傻呀 所以李嘉诚一开始推销的时候 他就是 我资格敢于投入 不怕吃亏 我帮你干点事没事 李嘉诚到22岁呢 弄了点钱 从他舅舅那借点钱 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工厂 就是长江塑胶工厂 他那时候开始就叫长江这俩字了 那么这个工厂干嘛呢 就是卖塑料花 专门做这个 因为当时香港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 市容各方面建的都不错 家家爱养花 大公司庆典开业什么的 一盆盆鲜花在这摆着 可是这个鲜花伺候起来难 你得经常浇水 得有人 一旦枯萎 就得换新的 那鲜花买新的也挺贵 这时候 李嘉诚就看好 说如果为了美观 我摆上塑料花 都不用浇水 好看呢 这多好 可是那个时候 香港有没有塑料花 有 都从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进口 这进口成本就高 所以那咱甭进口了 咱自个做吧 可是塑料花 它的制作工艺 你看这简单 一研究 它涉及上色 你看人家的颜色这么好 你做点 这么土 不行 就是这个上色 和基本的制作 有一些秘密 商业秘密在里头 他不掌握 李嘉诚说 这可怎么办 这我不能这企业成立了 一做这个价格这么高 你想成本要高 他卖的价也高 卖的价高 大多数人不能承受 你怎么打开销路 所以李嘉诚想 怎么办 最后一琢磨 干脆 我呀 学去 上意大利取经去 要说到那人能教你吗 李嘉诚有办法 那个时候呢 意大利呢 有很多外国人到那打工 其中华人去的挺多 但是华人到那受歧视 一般情况下呢 拿不到比较正规的 什么护照啊 什么这些就证件 拿不到这证件 你不就是黑户吗 不就是违法移民吗 那么你没有公开身份 咋办呢 你要打工挣钱养活资格 那个工厂老板 怎么欺负你 怎么是 所以反而有些 意大利的工厂 在当时呢 特别愿意雇佣中国人 为什么 中国人往往是非法移民 我不会确定 你也不敢吱声 所以给工钱也便宜 条件也差 李嘉诚到着 咱真得佩服 说这个人有意义 他就把自己呢 就当成一个中国非法移民 来打工了 就应聘到一家塑料花厂去了 意大利这方面工艺 当时最发达 他进了这个厂子 他跟老板要求什么呢 就说我不会干啥 你这样 让我给各车间送货 就比方说 这个车间送原料 我拉车过去 那车间要送成品 我过去 这车间要运东西我去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的目的就是各个车间转一圈 我看看这个工艺流程怎么回事 因为你说 以防你光学会上色 或者光学会选料 没用啊 就会一个环节不行 他这车间 他在这足足打工 打了三个月 把所有车间都逛一遍 他看就看明白好多事 同时下了班呢 这每个车间都有中国人呢 把这个中国人里头 能跟他说得上话的 整一段请他喝酒 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是干啥 套话的 就你这工艺 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弄的 报技术的 结果白天干之后 晚上回去 就赶紧记下来 功夫不复附近人 这歌到现在咱们说 这有点是 这嫌 盗窃人 商业基因 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这个人 就李扎成 这番苦心 没有白费 费了挺大气 终于把这技术拿到手 回到香港 按照这个新技术 降低成本 开始制作 成本是降下来的 这做的也不比欧洲那些 做的差了 但是这个销路 一开始他做的时候呢 本港销路打不开 他还是希望呢 我在这加工 能有向欧洲订单过来 那么当时他就遇到了 一个很大麻烦 到有西班牙的这个商家 找到他 说这个我看你做的东西 不错 看了一个样品 说我现在呢 我要你设计九种 不同类型花的样品 设计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订你货 但有一点呢 我也不知道你实力什么样 你得找个香港有实力 有公开身份的人 给你担保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当时 谁知道你企业什么样 我订单下给你 做不出来怎么办 得有人担保 李嘉诚呢 回去之后呢 熬夜 熬了几夜 把九个塑料花的样品 做出来 然后他找人担保 但那时候 他这本小国 没人相信他 他最后甚至迫不得已 找自己救救 庄金安 庄金安也不给他担保 所以李嘉诚 当时已经沮丧到顶点 一般人想到 这时候就绝望了 算了我就不干了 可没有 李嘉诚拿着这九个样品 找到那西班牙商人 跟那商人说明实情 那你看我这眼睛熬红了 熬了几夜 把这成本做出来 我现在白手起家 没有人相信我 没有人愿意给我担保 但是我费了挺大劲 把这九个样品做出来 这样 这个样品呢 我还交给你 你呢 向我这订单一回 是我的原因 我找不到人担保 这样品给你 你按照我这样品 回到欧洲 找谁去做去 你不就省着设计了 你看 李嘉诚很坦诚 他当然也有目的 为了把这个商人 结掉去了 当时这个西班牙商人非常感动 说李先生 我真为你的精神感动 这样 就冲你这个精神 我信到你了 我不用任何人担保 你开工生产吧 你的货我要 这样李嘉诚 才凭着这个 赚了第一桶 就这份订单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李嘉诚靠什么争取来的 坦诚 不怕吃亏 我设计了几个晚上 样品你拿走 你能用你用的 反正在我这儿 我没人给我担保 你也无法订我 你看 他不怕吃亏 也不怕人家站在便宜 结果反而赢得了 人家对他的好感 还有一次呢 李嘉诚把这货都做好了 人家就订货那家 也是欧洲一公司 他把货做好 正准备交货的时候 突然间这家不干了 说那边要不了 不用这东西了 按正常来讲 李嘉诚可以向他提醒赔偿 你说做完了你不要 你订贪在这儿 你违规你得陪我 但是李嘉诚放弃了 李嘉诚说什么呢 说现在这个香港桌料花 也好卖 我这批货做出来呢 你不要不要紧 我还能卖给别人 应该能卖出去 咱们买了不成仁义债 我就不像你飞厂了 以后有事你再找我 李嘉诚也是呢 这本着和气生财 但没想到的是呢 隔了不长时间 有个美国人找来 大笔的货 李嘉诚一问呢 这个美国人就是上一个客户 给介绍来的 上客户说我订他东西了 到处我不用了 他居然没向我赔 你看这个人好 讲信用不说 对人也好 你再订花 像反正订 这美国人从李嘉诚 那订走了 你跟他连续保持了四年的合作 你说这等于他赚了多少钱 所以就这些小事挪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 李嘉诚 不怕吃苦 就说我这点牺牲一点 无所谓 我只要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能力 我能承受得起 还是和气成才 大家都是朋友 不要把事做绝了 咱们现在有的人一做生 那个合同签那个戏 对朋友一点不对 你美规美规美规 你得赔我赔我赔我 很多人都这么多 你看着表面这点 感应占来的 很可能失去背后的这种人脉 因为合同有的时候就是为打官司用的 那是万不得已才走那程序 才把这合同租条用上 你咱们现在有的电视也误导大家 一签合同 双方剑把弩张的 也有人钻合同漏洞 咱们不否认这个现象 可是你这种先生一回两回行 真正经做生意的人 谁能利用合同的漏洞去占你便宜去 他以后还想不想干了 所以你要想长时间在一个行业干的话 诚信人脉是最主要的 这个合同 也就是保证双方一个底线 说白了 以防万一 你要总想着 我这做一段生意 这合同上算就对方 这能用上 你要走那么小 那恐怕你的生意就做到头了 你就要完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